二乌冲突即将要一周年 2月24号就是即将 届满周年的日子 那现在全球是关注 拜登突然之间 就去到了乌克兰基辅 那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加码嘛 要给乌克兰这些军援 他就说给予他们加码 152亿的援助 然后还跟泽伦斯基 在基辅街头并肩而行 他特别提到说 一年之后基辅仍然屹立于此 乌克兰仍然屹立 民主也屹立 那这个普清以为 自己可以撑得比我们久 但他大错特错了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 好像感觉出来 还要展现出 我没有输 我们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打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 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拜登还说 美国即将在本周宣布 额外制裁 对象就是俄罗斯的一些精英 他们试图规避制裁 来支持俄罗斯 战争机器公司 但是呢 很巧妙的 F16战机到底支不支援 是不是提供 他只字不提 那所以他这个闪电 访问五个小时 放出了很多很多的讯息 感觉上面 这个非常的惊险 非常的危急 这个涉险而去 所以连搭火车 都要列为这个极机密 所以不是搭飞机 不敢坐飞机 是搭火车去的 然后还讲到说 随行的记者呢 手机都得要没收 还不得开手机 不然呢 就是这个消息 可能会走漏出去 人家想说 是不是有一点小题大做 你不是都已经通知了 俄罗斯说 你要房屋了吗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 这个 好像要防贼 保密防贼 那种感觉 好像有什么 很重大的这个危险危机 那后来呢 基辅这边 也有这个警报声响起 人家想说 这是真的吗 这是俄罗斯要吓吓拜登吗 还是说 这个刻意乌克兰 要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警报声响 人家想到说 之前不是布希 或者是欧巴马 好像都喜欢塑造自己 轻负危险战区的一个形象 是不是 美国总统的固定套路 要上演一下 因为布希去了伊拉克 欧巴马也去了阿富汗 那所以 这个拜登 当然要去一下乌克兰 那到底不想要 终止这场战争的是谁呢 我们看看这个 泽勒斯基讲说 如果中国大陆 他挺俄罗斯的话 恐怕会爆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纽石也提到 现在好像都要 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北京如果战队 援助俄罗斯 全球会重回冷战对抗的老陆 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 或是美国的一些 相关政治人物也好 都要开始一直在跟你讲说 中国大陆有可能 会给予俄罗斯援助 有可能会给予他 军事上的一些援助 都开始在释放同一种论调 可是中方也有所回应 他说像战场不断提供武器的 不是你美方吗 中方可没有这么做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 我们也不接受 美国对于中俄关系 指手画脚 甚至胁迫 吃鸭 所以最终就是你美国 一直在主导这一场 这个事情 一直不断在延伸 这很多欧洲国家都希望 战争赶紧停了 那所以我们看看拜登访问这个基辅 王毅访问俄罗斯 是不是美中对着干呢 因为现在王毅本身 已经抵达了莫斯科了 佩斯科夫又讲说 普清很可能即将要赶快 跟这个王毅来会谈了 那报道也指出 王毅此行的主要目的 是要提高北京 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的角色 中方也发表了 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也且重申习近平的主张 就是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都应该要得到尊重 所以现在看起来 布林肯跟王毅会谈之后 美中的关系 似乎更加的恶化了 因为王毅的话都说得很重 作为大国 美国应该为政治解决危机 做出贡献 而不是火上加油 而且在恶物战争当中 获益还暗酸 有些国家似乎不希望 和平谈判成功 也不期待战争很快结束 讲的就是你美国 你美国不断在如此 而且北溪现在不是种种迹象都指向了 是你美国是不是幕后操盘了 所以我们看到赫什在讲说 这个北溪的毁灭 是替欧洲经济带来灾难后果 其实在被炸之前 德国已经叫停了 但是美国仍然是要在冬天之前 炸掉这个管线 就是要切断德国跟西欧的后落 让盟友别无选择 然后才能够全力支持乌克兰跟美国 那算一算呢 德国因为这个北溪 已经让德国在去年损失了1000亿欧元 所以当美国的盟友代价非常的高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这次拜登去真的作秀的成分非常大 带了一堆记者去 跟他坐了10小时的火车 然后呢 到了这个基辅 还有这个防空警报大作 这个里面真的是把他这一支 这个基辅是好像变成冒险犯难 这个是一个救死扶伤的一个 一个英雄型的人物 那处处凸显出拜登是一个 这个美国的英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作秀 做过头了 完全没有考量到战场上 那些战士跟他们的家人 还有无辜的民众 已经为了这场战争 流了多少鲜血 牺牲了多少性命 那么难道这场战争就是要凸显 拜登今天是世界的英雄人物吗 是美国的英雄吗 难道这个目的就是如此吗 还是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看了这场 这场拜登 他导演的这场个人的专门秀 我觉得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他 就是说 你自己美国不出一兵一卒 拼命往一场战争里面 投入武器 投入这些军火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 符合道德原则吗 你让人家去一直的打 你自己不出一兵一卒 如果你自己出一兵一卒 这样战争的话 你有比较有正当性 可是你自己美国人 一兵一卒都不出 这跟阿富汗战争不一样 这样战争美国不出一兵一卒 然后都要别人的这些 别人的孩子 别人的丈夫上战场去牺牲性命 你在后面一支地道底枪 请问一下 这个符合你美国人的道德原则吗 这个符合你美国精神吗 第二个 所有的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的 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 然后我们不免怀疑 你提供这些武器 到底是只想把这场战争拖得更长呢 还是你希望拿到你武器的战争 能够尽快打赢这场战争 把这场战争做一个了结 到底你给武器是拖长战争呢 还是要终结战争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 答案都有数 所以这场战争在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残酷 非常没有人性的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就是拜登政权 那么以色列都看不下去了 以色列的前总理 上上礼拜他对外面讲说 恶务战争一开始 我们就想出来调停 为什么以色列会出来调停 因为哲伦斯基是犹太人 哲伦斯基也说 我相信的国家是以色列 他当时他本人也有这个 请人出来调停 让战争尽快结束的 可是呢 以色列的前总理说 可是美国反对我们这样做 也就是说 美国希望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而不是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 所以我们看刚刚王毅讲的话 他就很清楚 他说其实王毅前面讲 他说中国大陆从头到尾 对这场战争只有四个字 劝和助促谈 希望两边和平 然后呢 他希望促进谈判 劝和助谈 他说有些国家不是这样 有些国家是干嘛 是 这个怎么讲 提油救火 然后呢 这个火里加油 火上加油 最后呢 还要趁人之危怎么样 发人家的战争财 所以呢 美国这一次的做法 其实 别人不讲的话 拜登这次去正好坐实了 美国希望这场战争 越打得越长久 越好 这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 如果将来我们的历史 不从个别的国家来写的话 用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来写的话 我想拜登的这种行为 会让他历史上 历史上会记他一笔 完全缺乏人道观华 完全缺乏 这种所谓的 世界一家 世界共同体的概念 它是人类的一个灾害 他做的事情 无法为人类的文明社会所接受 对 就在即将戒满一周年的时候 拜登这一次的访问 也让大家觉得说 难道希望战争赶紧继续下去吗 不要这么快的结束吗 拜登当然不希望说 基辅退却 基辅投降 基辅进入和平的谈判 当然不希望这样 但是满一年了 快满一年了 他必须要做动作 而且要鼓励 基辅的抵抗意志 所以他去的时候 有高度的象征性的意义 对他国内的选举 威望也有帮助 可是问题就是 怎么样能够去 然后但是又能够安全地去 安全地回来 他们的整个特勤人员的布局 布得很详细 故意对外宣布 说他们不会去基辅 说20号的时候会到波兰 但是他在19号的时候 就已经启程了 那先飞到波兰 然后再搭火车进入基辅 这个火车总共要四个小时 所以他不能够带很多人 所以他随行人员很少 还有包括几个很小的医疗团队 那另外记者只能带两个 而且手机全部都没收 那全程的以很保密的方式 快到基辅的时候才通知俄国 也就是快到基辅的前几个小时 同时俄国说 那个拜登会到基辅去访问 那当然俄国也知道 那大国的领袖是不能杀的 这个是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在基辅访问的期间里面 俄国没有任何军事动作 那路透社他们有观察到 在那一天 俄国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但是基辅故意放警报 这个就是演了一场戏 搭配他们演一场戏 让他们听到警报声拍画面 好像拜登跟这个折连斯基 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下 可是那一天基辅无战事 乌克兰无战事 乌西部分全部没有战事 因为俄国知道 他们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所以完全没有战斗 完全没有空袭 然后他们就演了 这么一场猴戏就回来了 那回来以后 当然五奖大厦马上就宣布 再给军员4亿多 这个军事理人数这不够 那怎么办呢 日本给 所以日本就宣布 日本现在经济状况并不好 但是日本给钱很大方 所以日本在宣布 给个大概四五十亿美元 给乌克兰 因为欧洲的情况 都已经越来越不妙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现在情况是 G7的这些大国的政治领袖 希望这场战争继续打 但是G7中有一些国家 已经有点点在动摇 包括法国总统在内 法国总统认为应该保留 跟普丁谈判的空间 因为还是要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而且不应该要推翻 普丁这个政权 而且战争不能够扩张 到俄国的领土上 这个是法国总统的一个主张 那德国是苦主 因为德国是被逼 他们要做一些 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现在看起来是 意大利的右派的总理 很兴奋 说他也要到基辅去访问 可是我们都知道 在意大利 在欧洲 意大利在军事上是侏儒 所以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就是听听就好 因为这个国家很热情 很特别 经济状况 财政状况都很差 声音很大 动作很大 很好吃的动作 都会做得很响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 欧洲的老百姓看起来是越来越讨厌这场战争了 如果欧洲的老百姓讨厌到一个相当的极端的时候 而战争不停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就会逼着他们的政治人物改变方向 好 请教兵哥 我觉得接下来拜登大概整个他竞选连任的BGM就是防空警报 我一直讲 BGM 因为那个很明显啊 你想想看嘛 他都发了防空警报 结果昨天几乎有哪里被轟炸 没有啊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你发防空警报干嘛 那很明显就是欢迎拜登的一个仪式 然后让拜登有一些仪式感 然后回去就可以剪MV 然后就可以向他民众播放 那个以后就能够拿来做竞选的这样的影片 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演一场戏嘛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大家都越看越明白了 你看哦 美国一直在讲什么 中国大陆你不要去援助俄罗斯哦 援助我就翻脸哦 你如果援助他我就要制裁你哦 援助他可能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直讲 可是美国自己也不断在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 中国大陆有军事援助过俄罗斯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为什么他还一直讲呢 很简单他只是要制造一种 一种氛围说 你看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勾结 可是我们看到 至少在台面上 中国大陆所表示的所有态度都是 他希望要维持和平 希望尊重各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谈 你整场战争你会看到 一直在那边喊说 一直打啊打啊打个不停的 是谁 就是拜登 就是美国 其他国家都是说 希望有谈判的基因 你看马克宏跑了多少次 肖子也跑了多少次 刚刚讲以色列总理本来也想来 土耳其的总统也去过 大家都想和只有一个国家想打 就是美国 所以现在变成整个 态势变了就是 中国大陆他最近 开始也比较积极了 包括网易透露的讯息 说习近平可能会发表谈话 那他发表谈话的主軸还是什么 还是要 希望能够双方坐下来谈 能够促进和平 能够赶快结束这样的战争 对整个欧洲来讲 大家也受不了了 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暴动 世卫抗议你觉得欧洲这些国家 领袖好过吗 所以大家都想和平 只有美国想打 而且美国生怕和平会出现 所以才不断的在 到处去挑衅 到处在煽动 然后一看 泽伦斯基最近 因为很多欧洲这些国家 开始动摇了 赶快先跳去 找泽伦斯基 告诉他 你坚持下去了 我会继续援助你 然后顺便帮自己的选举加分 所以美国满脑袋想着 都是他自己 而根本没有为他的盟友着想 也没有为真正的乌克兰人民着想 我觉得这场战争 美国不想停 恐怕还真的很难停下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美国不断针对中国大陆 祭出许多的制裁 现在有超过千家的中国企业 被制裁了 大陆就指控美国五大霸权 所以中国大陆就发布说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以及其危害 列举了 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一些霸权罪状 他说现在美国在成了全球的头号强国之后 更加的肆无忌惮 粗暴干涉这些 就其他国家的一些内政 然后谋求维护滥用霸权 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发动颜色革命 甚至发动战争 大搞集团政治挑动对立对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份报告 相信很多国家应该都有感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有一点疑美论 哪怕是盟友 美国的盟友们也开始有一点点怀疑了 那到底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大陆有多危险 为什么要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呢 那这个中国大陆啊 现在透过贸易 其实对于很多发展中的国家 都有一些帮助 一些投资 所以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增加 那有一些批评人士就讲说 你们这样子的帮助 其实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那随着中国的市场力量增加 美国的机构跟企业越来越沉默 要避免激怒中国政府 这是不是美国又开始在脑补一些什么 那你怎么不想讲自己门罗主义呢 所以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的需求反弹 现在抵消掉FED的政策影响 国际的油价也应声上涨 那甚至大陆的媒体有讲到说 现在美国不断在渲染一些中国的威胁 渲染到哪去了 连太空都说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连他们的太空军官都在讲说 现在想要进一步争夺这种制空权 那另外呢 加拿大也跟着附和讲说 我们的选举被中国干涉 杜鲁道就讲说 这种状况真的影响到我们很多 那中国大陆当然很生气 就说你又在污蔑什么 但是反正呢 现在就是全面性的 美国要拉拢一些比较听话的盟友们 一直在释放说 中国大陆处处在威胁 那现在大陆就是觉得 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了 我就卖掉你的债吧 我不要跟你这个做朋友 或者是多跟你多交涉 可以了吧 所以看看这个美国的富豪 也感觉到好像有点危机感 因为你看 王毅在慕尼黑说话不客气 看起来现在 中国对于美债的危机 感觉不想要相救了 这具有中国外交风向标的王毅 描述美方的用词是哪些呢 滥用武力 偏见无知 歇斯底里荒谬 然后明火执杖豪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其实中方对美传话是毫不客气的 表明中方并没有原谅美方 也没有转环的迹象 可是时间倒转到2008年 当时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 其实有去拜托过中国大陆 购买美国的国债还有债券 就渡过南关 当时其实2008年大家都知道的 北京正在举办奥运 而且那时候有汶川的地震的情况 可是还是花了4兆人民币来买美债 但是时空转换到现在 2023年 你这美债又有危机 可是你又一面抗中 你还想要中国大陆像当年一样出手相救 想得美啊 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 就想说不可能 我们不会再去帮你了 所以现在开始要卖掉美债 转换成黄金 不只是中国大陆 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的共识了 连这个全球的央行啊 在去年也大买了1136吨的黄金 比起2021年增加了150% 创55年来的新高 连黄金分析师都讲说 现在这过去20年全球买黄金的同时 其实也是把这个 从买美债也开始转成卖美债 美债不再是大家的首选啦 连这些这种法国啊 德国波兰这些国家 也都宣布说要提前将黄金运回国 所以你看看 过去几年中国至少已经从 美国欧洲这些地方 运回了3000多顿的黄金回国 那大家都在同样做什么 就是大规模的卖掉美债哦 美日法这些国家 40多个国家哦 2022年 共减持了7600多亿的美债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债的问题越滚越大 已经变成了 好像这个短期收益越来越高 大家就干脆 我从短期套利就好了 我不会长期来买 所以美国的一些富豪 也开始上演哦 逃出美国啊 你看看 这个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讲说 联邦政府最快在7到9月 就会发生债务违约哦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图表出来 各个城市哦 75个大城市当中 美国哦 75个大城市 有50个已经出现巨额的赤字了 所以现在美债的危机哦 已经在各个城市 已经出现巨量的债务赤字 所以美国的经济问题 恐怕不小啊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大陆其实一直没有把美国作为敌员 也就是说没有打算把美国作为敌员 其实一直想跟美国结交成为好朋友 这个是从毛泽东 乒乓外交跟这个尼克森 开始以来 一直到邓小平到美国去访问 我想中国大陆从毛泽东 邓小平一直到今天的习近平 其实习近平在这个川普一上来的时候 他也到这个装服那个去访问 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要把美国当敌人 而且事实上是想做朋友 可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对于中国有警戒心 那过去还好 就是有警戒 然后也可以是合作的对象 可是我觉得从川普以来 一直到现在变本加厉了 也就是无论如何要把中国打成是一个敌人 那这个最主要的不是中国做了什么 而是中国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富有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你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 你的整个国家的总体财富 就总收入了 已经快要超过我美国的总收入 那这样的情形下 其实人均所得还差很多了 因为美国人均所得快7万美元 而中国的人均所得才1万2千美元 所以人均所得还差五倍 但是总所得已经快要超过美国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美国一直把中国大陆打成 要把它打成敌人 我觉得经过川普到拜登 这两届总统的努力 他们成功的把中国大陆转化成为美国的敌人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欺压到这四五年以后 我觉得他们已经到忍无可忍了 也就是说我没有要把你当敌人 你一直要把我当敌人 请你一下我忍无可忍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转变过来 那你就是敌人了 那对敌人的打法 对于中共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理论来说 尤其是斗争的理论来讲 这个就是外部的矛盾了 这不是内部的矛盾 内部的矛盾可以透过教育感化 彼此之间把一些分歧解决掉 但是外部的矛盾那就是斗争了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前一段时间的讲话就是要斗争 要勇于斗争 敢于斗争 而且要敢于胜利 也就是说这场仗一定会胜利的 而且一定要斗到底了 我觉得这个态度已经讲得很明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大陆现在已经把美国 视为一个敌人了 那视为敌人的时候就是外部矛盾 那就是用斗争的手段 所以您看到他的动作已经开始出现 是用斗争的手段 斗争的手段那就不客气了 该军斗就是该武斗就武斗 所以解放军目前练军的目的 其实不是跟台军 不是跟台湾的军队打 坦白说了 真正要打的就是跟美国人打 那在美国在哪里打 那我觉得解放军现在目前练的 都是以美国作为一个对手 这个该武斗就武斗 该文斗就文斗 您看在外交上王毅的 这个慕尼黑的讲话就是文斗 接着中国大陆把美国的霸权 的报告书公布也是文斗 接着那就是经济的斗争了 科技的斗争 目前来讲你美国占优势 我占劣势 可是经济金融的斗争 中国大陆不见得占劣势 您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卖公债 而且一直转卖黄金 更何况他把黄金都运回中国的国内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我们请教杰老师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理论里面 他们很重视一点叫定调 定性 那我觉得这个报告 基本上在 就前两天提出来 基本上就是把对美国这个国家 从中国人的眼 中国大陆的眼睛 把它定调 把它定性 这个美国的国家过去 中国大陆虽然没有说 很推崇美国这个国家 可是过去在改革开放 这么多年的时间 也把美国视为一个合作的对手 那所以对美国这个国家 虽然体制不同 它也没有说把你捧得很高 可是也没有说把你讲得很不堪 可是经过过去大概四五年 也这是所谓的实际的 怎么讲呢 就是实际的经验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已经做了一个总结 由这个总结 对美国的定调开始 形成对美国的 所有一切的政策 因为这个报告 事实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一个报告 那对美国的定调 就基本上很简单 一句话 它是政治 军事 经济 科技 文化 上的一个霸权 而且它 所有它的行径 都是用霸凌的行径 跟别人相处 尤其是针对它的好 竞争对手也好 或者说敌人也好 基本上美国就是一个 用霸凌手段 来遂行自己利益的一个霸权 所以这个定调一定了以后 我想大概中国大陆 从上到下以后提到美国 美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货色 那怎么样对付呢 就是斗争的方式来对付 然后就是兵来降党 谁来吐焉 对于美国的霸凌行为 不能忍受之外 也要必要的 要采取反制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 这个气球行为 气球事件 这么荒谬的一个主题 美国给它操作到这个程度 中国大陆的选择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怎么样 完全是正面迎战 正面迎战 然后在全世界面前 就先就是说 因为你也只能口头上的开打 那王毅的讲法已经就是说 这是匪夷所思 歇斯底里 这个是恶人先告状 这个简直是 完全违反了国际上 所有的基本的准则 跟既有的惯例 所以就化火全开 美国在这个气球事件里面 美国公布了六个中国大陆的这些 相关的企业实行制裁 中国大陆很快时间就把两个企业 美国两个企业抓出来 一个是Racing Racing 一个是Rocky Martin 那这两个都是大公司 这不是小公司 它虽然它的军火工业 跟中国大陆之间老早的断关系 可是它的民用部门 事实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些 跟中国大陆的生意往来 那中国大陆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反暴富 这个暴富 是贸易跟投资 基本上你要看 Rocky Martin要在中国撤资 那将来的贸易 所有的之间的贸易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其实中国大陆的 我认为是一次很强烈一个反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调以后 整个作为会慢慢会改变 那所以美中关系可能要从一个 比较能够还找到 比较有一方愿意和缓的情况之下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改变作为了 将来就是好 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好 丁哥 我觉得 其实现在整个摆明了 美中 我早就讲过 美中新冷战已经开始 只是这个冷战会不会 因为彼此这样的冲突 变成热战而已 那现在看起来暂时是还不至于 美中两国应该也都不想 往这个方向发展 可是美国最近这种 过度咄咄逼人的态度 因为拜登自己要选举 因为他国内的这些状况 所以让他做出了一些 很多很荒唐的 而且完全不顾对方会有什么反应的 这样一个作为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就是 你既然兵来将党 我就水来土焉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是你讲什么就跟你对上 不像以前 过去对美国的一些言论 中国大陆有的时候还想算了算了 不要再跟你说 他现在就直接跟你 你怎么讲我就怎么讲 我就跟你对上 那这样子对上其实就会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很危险的状态 我现在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也就是拜登现在是为他自己要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来月谦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借文吉 翟轩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立刻看看 高雄大家都还记得吗 中油台电当时被要求 有斗内8000万资助寿山动物园的改建 那结果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了 白乔英现任的高雄市议员 他质询就是高雄的观光局长高敏玲 奇怪了 这些斗内的钱2亿元 结果都花到哪去了 最后只有100万用在动物身上 那我们这些中油台电斗内那么多 干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 我想请局长先帮我确认这一点 是不是在2月4号才公布 你们怎么使用这笔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议员没有办法监督到这笔 2.2亿 非常庞大的金额 为什么议会监督不到 你们是逃避议会监督吗 不是 议员我要跟您报告的是 有些东西他本来就是会在上网做相关的公布 那相关的这些采购也必须依证 这种采购法 否则观光局会违法 所以你们因为钱就管怎么花 那市民通通通都监督不到 是不是这么样子 所以先了解 说到底哪些东西是属于 建国采购法所规范 你们2.2亿只花了100万在动物上 你知道这个讯息吗 我真的气到会发抖你知道吗 2.2亿你们只用在100万改善动物的环境 其他你们通通就改善人造设施 你们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人家捐钱给你们是要改善动物的环境 改善动物的饲料 你们完全没有做到 对所以这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中油台电8000多万 这样子去资助了寿山动物园 结果现在我们电价要涨了 那你看看啊 这些这个电价是不是还是又反映到我们人民身上呢 所以这些钱当时抖内那么多 结果拿去咖啡厅空桥砖卖电啊 然后高级售票系统啊 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有一点跟诈骗集团没有两样呢 那高雄市的观光局是讲说哎呀我们这些钱啊 呃绝非只有一百多万用在动物身上啊 都是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啊 可是呢现在工商团体啊 昨天八大工商团体跟蔡英文见上面了 那吴东亮啊就率先这个发难啊 就讲说应该要重启核电啊 这个用电的缺口其实会造成这些工商团体啊 以及这些我们目前制造业的一些困扰 那所以这个蔡英文还是主张说哎我们这个经济部掌控之下 台湾应该不缺电啊不缺电吗 有王美花一天到晚出来讲说小动物会造成停电 当然不缺电啊这是你们的话术嘛 所以现在这个电价大涨三成了这个回力表 大家就在呼叫啊 哎吴炳瑞你2016年的时候讲说如果电价调涨 民进党要帮忙出钱 所以网友在讲呼叫吴炳瑞出来协助哦 出来打篮球哦是不是要讲一下民进党是不是要出来协助一下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政府很会营造一种假象哦 就是反正你过得苦我看不见 因为我看见的都是那一个美好的假象嘛 现在议后哦特别条例今天闯关啊 民进党跟国民党都是假急动员备战 那这个后来呢现在已经定案三读通过 普发现金六千元 那民进党的党团版呢也是删除了发现金的空白授权的一些关键的条文啊 所以其实大家也觉得说哎呀搞了半天 其实干嘛何必要走这一招呢 民进党你本来就是多数 你本来就可以用特别条例这样子来发钱 还特别一定要走到这个立法院来 让大家觉得说你就是在过个场而已嘛 还有呢昨天呢宏威姐也踢爆了 因为不是讲说啊我们现在要放宽办护照 有更多的这个名额了嘛不会再排队了 然后呢官方出来的照片是告诉你说 啊你看果然都大家没有排在那边了 结果宏威姐自己去拍一下 他自己获得的一些画面 当下就是大家都大排长龙啊 说啊原来外交部又是用这个假画面来骗民众 就像什么 就像郑文燦去买蛋都会这样子 蛋这样满坑满谷的呀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真的像是一种威权国家一般了嘛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摆拍照都是美美的一面 美好的那一面 但是人民真的买不到蛋排队的 政府通通都看不见了 那看得见是什么 政府会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抗中啊 现在美国的众议员纳肯啊肯纳 这个率团访台 然后蔡英文就接见嘛 就讲说啊我们这个台美经贸的关系 还有区域安全要来交换意见呢 那苏贞昌呢这个出院之后啊马上就讲 我支持赖清德当总统啊 不然台湾会变香港啊 我们支持如果赖清德当总统的话 我们就不会变成香港 不会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啊 所以人家觉得 这芒果干早就不卖了 不是滞销了吗 怎么现在又出来还在讲这一套啊 芒果干到底要卖多久 这个我们看这里文委员讲说 这个是要吃多久 人民都已经快过不下去 你还在那边抗中保台拿扫把吗 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华油哦 这一番这个这个报道 人家讲说哇要是放在台湾 可能又变成疑美论 华油自己的学者 讲说美国学者建议台湾问题哦 美国应该呢 是威慑而不是挑衅北京哦 就是布林肯跟王毅啊 在慕尼黑池见面针锋相对 可是呢我们看到康乃尔大学的教授 白杰西讲到 许多人日益担心 美中可能终将一战 但是这个冲突的代价非常的大 即使未来数十年 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坠哦 但是呢都应该要尽力的缓解紧张局势啊 而且美国代表不应该称台湾为国家 有没有 他特别讲到这句话 或者是承诺无条件保台湾 这样可能会给予 寻求台独的政治人物 提供空白支票 哦 以美论来了 现在蔡英文政府要不要去 抗议一下呢 是不是跟你们的论调完全不同呢 如果放在台湾的话 早就出征啦 这是中共同路人 那可是我们看看 现在美国的做法是不是很呼应这样子哦 因为布林肯跟王毅见面的时候 强调台海和平 那我们的外交部啊 又立刻要跳出来讲说 哎这个就代表说美国是坚挺的这个坚挺台湾安全哦 是不是赶快要消毒就代表说哎美国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哦 要赶快来做一个解释 而美国众议院哦 拜会立法院哦 肯纳他是讲说此行无意挑衅中国大陆哎 哎他特别讲这一番话 所以现在他们种种散发出来的一个基调都是 美国其实并不想要挑衅北京可是这是蔡英文没有告诉大家的哦 所以现在目前台海的局势你看看这个新闻很妙啊 美国前副总统 这初清台积电的ADR是谁啊 高尔哦 高尔把他手上所有台积电的ADR全部都卖掉了 是不是已经不看好台湾 或者是哎现在搬走了 他们有另外的一个打算 经济学人也讲到说台积电利用美中角力哦 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最大的利益了 所以美国真的是为台湾想吗 那我们来问一下宾哥哦 宾哥怎么看现在这个我们人民过的苦日子啊 其实台电中油当初被陈其迈我们的暖男募款的时候 就已经闹出一个风波 因为这根本是不乐之捐 表面上是哇好像大家都很乐意来赞助 实际上就基本上半强迫 逼着台电跟中油 实际上台电跟中油去年都亏钱 然后都亏钱 但我还要负责向你乐捐 没办法 因为谁叫你们执政党 你们比较强嘛 所以就被逼得捐了 好你捐款过去 如果真的是帮动物 真的是改善动物园的环境也就算 那民进党又来了 民进党在高雄每年都这样搞 就是表面上是说要去救灾 要向大家募款啊 就募到后来就是盖一些 有的没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大家忘了当年高雄气泡 不就是这样搞了吗 不只弄一个莫名其妙 没人看得懂的装置艺术 甚至连高雄市政府相关的文具 全部都是由民众的募款里头出钱 莫名其妙到几点 好像高雄市政府没有民众募款 就办不了功一样 那现在又来了 人家是来救动物的 结果你去盖咖啡厅 去盖什么人文设施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要盖这些东西 你以为真的是高雄人比较文化素质吗 陈其迈比较像文艺青年吗 不是啊 因为这样才有A钱嘛 这样才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案子 才可以让他们这些侧义 民进党长期配合这些侧义A钱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我也觉得高敏林也很侧 那个观光局还有发新闻稿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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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在动物身上绝对不止一百万 那很显然用在动物身上的钱不多嘛 因为如果多的话两亿两千万 如果你用了两亿多在动物身上 只有两千万拿去盖这些奇迪怪怪的话 你早就讲了 至少你当时不知道 你新闻稿也提出啦 结果人家白乔英在 市议会上直接骂 你会后发了新闻稿还是没讲多少 为什么不能讲 你一直在告诉白乔英说我们会上网公告 奇怪议员跟你要资料不行 上网公告可以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你告诉我什么道理啊 这就是不敢嘛 就是要用呼嚨的方式嘛 就是不能接受议员监督 因为一监督就会叭声嘛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 所以高敏林你自己过去也是议员 你现在怎样直接变成官方局长 更好护航了是这样子吗 高雄怎么会选出你们这样的名义代表出来 每天名指名高就被你们这样乱七八糟乱用掉 然后我们讲 台湾现在缺电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 最近有一个雪上加霜的就是 南部已经五百多天没有下过大雨 所以各水库都缺水 水库缺水代表什么 水力发电就完了嘛 对 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台湾本来的电就已经不够用了 然后核电现在又慢慢慢慢要被民党废止掉 那现在水电也没了 请问一下到底 不管王美花也好蔡英文也好 你们拿什么去保证不会缺电 事实上就会缺电啊 王美花有种你就不要到处打电话 叫工厂暂时停工 不要用电啊 你如果打过这种电话的话 你凭什么敢跟大家保证不会缺电 你是不是有打过这种电话 我没话你出来讲啊 你打过多少次这种电话 所以民进党的人说话就是不认的啊 所以吴秉锐也是一样 实际上吴秉锐去年就被人家这样质疑啊 你要是怎样 就是跟你讲说逢金搭满了 我当年不是这样讲的 反正就跟你鬼扯 因为廉耻对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所有圈党没有廉耻这两个字 不知道怎么写 所以拿这个东西去质疑他们是太刁难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不懂 不懂什么叫羞耻心 不懂什么叫廉耻 所以现在我老实讲 民进党还是一样 即使九合一大败了之后 他还是在搞这一套 今天要先通过这个啦 这个又是这个特别条例啊 里头本来塞了一大堆空白条款 什么空白条款 他里头就写哦 就让行政院士 比如说其他纾困或是什么强认经济 有什么需求 然后这个经费拿来这样用 然后到底怎么用没讲 民进党编写最喜欢这样编 因为根本没告诉你要怎么执行这些钱 那钱就由他们去乱花了 那现在朝野写上暂时把它挡下来 问题是中间还不知道夹带了多少 这种空白支票 让他们到处去乱用 那整个民进党每天就在这样乱花钱 花钱干什么 除了中保私囊之外 剩下一堆就拿来干什么 就拿来去照顾他们自己人 就拿来去政策买票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现在这样花钱 花得好像很爽 未来我们的子孙怎么办 台湾已经少子化 今天网路上有个笑话 少子化办公室 其实是民进党最成功的政策 所以未来少子办公室 最佳人选是谁 你知道 陈吉仲 因为陈吉仲当农委会主委的时候 您鸡都不生蛋 所以让一个您鸡都下不了蛋的人 去当少子化办公室主委不是更好吗 以后台湾就成功少子化 台湾人以后根本绝种了 民进党已经快要害了台湾人绝种了 台湾我跟你讲 会不会香港化 我不知道 但是在民进党这样恶搞下去 台湾未来一定会变成乌克兰化 好 大使 我今天中午到超市想买一点鸡蛋 真的 但加上一盒鸡蛋都没有 空空如也 我只看上面有一个贴个说 一人限购 一天限购两盒 我本来还带一点希望 我说我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没有鸡蛋 结果到了我车上 一盒都没有 然后我就问那个超商人 我说什么时候补 他说不晓得 我记得我在台湾长这么大 出身长大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 这个绝对是有问题 到底问题出来哪里 陈其中有没有一个说法 而且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还记得陈其中 不是跟郑文燦两个去巡视超市吗 塞得满满的 那怎么搞的 他们的世界跟我们世界 到底是同一个世界 我觉得还是说 民进党党员拿出党政的话 可以买到鸡蛋 像我们这一般老百姓 买不到鸡蛋 可是今天去超市看 真的是一盒鸡蛋都没有 这种现象 我真的说在台湾 这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看到 我从来没有看到 这个买不到鸡蛋的 从小我觉得鸡蛋就是一个 好像是永远都存在的 一个生活的 大家一个常见的食品 怎么可能没有鸡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出什么问题 请那个陈其中 那个郑文燦出来解释一下 你们只说不缺 不缺不缺 可是现在缺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现在不是说涨价涨到 一斤52块 53块 54块 现在连买都买不到 你拿500块也买不到一颗鸡蛋 这个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怎么事 到底有没有人出来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政府到底还存不存在 还有没有在办事 对不对 还是你办事本来有鸡蛋的 给你办成没鸡蛋 都在扯蛋 对啊都在扯蛋 那你说高雄的这个 这个两亿多 最后花了100万去搞动物 你借着动物 借着动物之名恋财好了 那你不是说 公开透明啊 账目公开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你公开 账目在哪里呢 第一个规避监督 就已经很奇怪了 对 然后呢 专款专用 那你拿出证明就好了吗 不是就用八个字就回答了吗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高明 高局长 观光局长高明 他就是典型的民进党高官 因为选举连初选都没有过 就出来做大官 那民进党现在都是这样啊 选民不要的 最后都出来做大官 做大官以后就搞出这种荒唐之事嘛 所以民进党真的该下台了 他们自己也应该闭门思过一下 所以台湾小动物蛮辛苦的 要帮忙断电 还要帮忙募款 很忙啊 所以电的事情都跟小动物有关 我想对台积电 不是台积电 对台积电讲几句话了 既然高雄市政府是募款 这个募款是任养专付 那你给钱了 而且一给这么大方 一给就两亿多 那你应该要去盯的 这笔钱是怎么用 你不是说你给的钱就算了 因为你是公营的 国营的企业 那你给的钱是老百姓的钱 那你把钱给了这个市政府 你就应该盯了他怎么用 那他没有跟你报告 你就这样算了吗 我觉得这个台电 你自己本身要不要负责任 既然你这么有钱 随便一给就两亿多 你就不应该再考虑涨电价 你不应该跟老百姓说 你现在亏损累累 你已经撑不下去了 你既然能够随便给两亿 你怎么可能亏损累累 你的亏损累累 难道不跟你给是有关吗 我觉得一个管国营事业的 可以这样管法吗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吴东亮既然担心缺能源 很多企业家都很担心缺能源 但是蔡英文一直告诉你说不缺 民进党也一直告诉你说不缺 但是你企业家你却担心缺 而他们却告诉你不缺 那这个怎么一回事 那你自己本身 你们企业家 是不是也应该要出来做动作 也就是说你要告诉这些 一直跟你保证说不缺电的 这些政府 如果有一天缺电了 要你限电了 要你结业用电 或者让你的电 你的企业经营不下去的话 你就应该要用行动来告诉这个政府 你应该要教训这个政府 说这个政府 我已经一直告诉你 我们会缺电 我们应该重启何能 你一直跟我说不会缺电 现在缺电了 你给我负责任 那你要负责任 你坦白说一个政党 要他负责任最简单的方法 就叫他滚下台 企业家就站出来 叫他们滚下台 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不要说我缺电 他说没缺 然后自己本身再捐款给民进党 然后让他继续执政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叫的目的 是不是要从别的地方再拿一点好处 然后让他摸摸头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想清楚 你既然很在乎这些事情 你就应该做动作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苏贞昌说 赖昌德当总统 台湾变成香港 不会变成香港 一定会变成香港 为什么说一定会变成香港 而且最有可能会变成香港 原因很简单 因为赖昌德说 美国人都不可以怀疑 美国人做的都是对的 有一天你被美国人出卖了 你也要说他是对的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台湾是最有可能就变成香港 那就是你赖昌德造成的 因为你赖昌德就是一个 最主张美国都不能够怀疑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来